大家好我是杨丽 大家好我是子盛 今天我们两个来做一个小游戏 名字叫 即兴请您对话 主导官您好我是徐志盛 我对咱们公司进行了一番的了解 我发现其实我的学习能力 还有我之前掌握的东西 可以很好地掌握这个东西 请您给我一个机会 你知道吗 来我们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要记住我们公司的这个理念 就是一个这个 你可真行啊 鼓励是教育 对没错 一定要让员工充满信心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自己都不相信的员工 他也无法相信公司 那这样 你的热情我看到了 你能说一说你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吗 就出这点 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热情 都看到了 但是我也发现您身上一个点 就是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我这个身上有点那么不突出 但都被你捕捉到了 还是挺突出的 姐呀你也知道 我家孩子最近考上了一个好大学 我就想庆祝庆祝 大家都高兴 你没事也来吧 你说这话 姐真是悲从中来 你说姐比你还大好几岁呢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 我这一个人 你说我将来用钱的地方得有多多呀 姐呀你放心 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 你把他当亲孩子的 他以后还能亏待了你 有你这个话 姐就放心了 姐也跟你说一句话 你好搞笑啊 你的孩子咋可能是我的孩子 这传出去 那广大群众怎么看咱们 我的意思 你对他好 他也对你好 不是说他 我心里可爱他了呢 但还是得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这个 他这个考上大学 我就先不去了 等他说脱口秀的时候 我再去吧 那倒是 你别连累 我哪 大家好 我是杨柏恩 大家好 我是霍兰 然后我们俩要做一个什么社交问题大回答 大回答 快问快答 快问大回答来吧 如果你急需一笔钱 正好你没有你会找谁借为什么 找银行借吧 编剧部 我找李淡借 就是谁有钱我找谁借 哦也是哈 对啊 如果你中了彩票一大笔钱 必须跟编剧部里的一个人评分 你会分给谁 跟李淡分呗 说不定他不要吗 哈哈哈哈 有钱他都不要吗 对不对 跟你学的 对吧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刚才觉得是咱俩分的 咱俩都坐这儿了 哈哈哈哈 我只学会了上一道题 还没学会你这一道题 下一道题 下一道题 如果你在创作中遇到了困难 比如写不出稿子什么什么 会找谁帮忙 为什么 找你帮忙 哈哈哈哈 这道题你不能爱上一道题 那当然你这么厉害对吧 最厉害的就坐在旁边了 得找得找国宰和成禄帮 不不不 我去找你 我不帮你帮 行 你觉得编剧部中谁人缘最好 为什么 那就国宰和成禄 我说你上一道题的答案 你永远是我下一题的答案 这道题我不回答了 直接问 如果世界末日时你在编剧部 你希望你的身边是谁 为什么 我希望都在吧 哈哈 那就不叫世界末日呀 这是世界末日啊 都在吧 世界末日都在你身边 你一个都别跑 还是你造成的 不是 跑一个我都不开心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方博 我是成禄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 网络热门词汇问答 词汇问答 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出来 好 来 第一个 第一个还比较好猜 社杂青年嘛 社会很复杂的青年 就是 是啥呢 他好像就是 社交门领很复杂 射牛跟射恐之间的那个 我们看看啊 就是既能射恐又能射 这么多 哎呦 这 色好多呀 社交牛杂症 当代青年能够在射恐和射牛之间来回切换 自己一个人面对陌生人 我现在维维诺诺诺和熟人朋友在一起 Ca Ferbo 这有点不懂 这是龍虾会煮的红对吧 社交小红人吗 是这个意思 太知道了 人交往的时候因为又龙又瞎 这是啥玩意儿 刚编的吗 对啊 最后一个 嘴巴放在括号里 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括号 那就尴尬的意思 但我并不知道代表 好像是代表尴尬了 嘴巴 就是李战经常的样子 对啊 形容别人笑得特别开心 调侃因为人在笑起来的时候 嘴巴两边会有像括号 就笑得特好啊 这是 那我们最后就给大家笑一个吧 好好好 呵呵 拜拜 希望大家都把嘴巴放在括号里 不要放在自己的嘴巴里 不要把所有嘴巴都放在一个括号里 哈哈哈 那我们聊一聊今天的开场秀吧 这个上来是 情商大赛 我和 哈哈哈 美若天仙还有山竹 哈哈哈 表演的一个情商大赛 其中美若天仙是主考官 我和山竹是两个 回答问题的人 这中间还有很多跟五国全明星的 哈哈哈 我觉得这期后期你们他费技 我们头上一直有个人名条 哈哈哈 大家 评评价一下吧 就是 美若天仙一上去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说不出口啊 哈哈哈 美若天仙上去 他就觉得自己美若天仙 哈哈哈 哈哈哈 广志你也说一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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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了是不是 我得喝了对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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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然后山竹的太空布 没太滑起来 对吧 诚哥 我的太空布有进步吗 哈哈哈 对 那个山竹的鞋太厚了 山竹的鞋太厚了 你撒什么焦啊你 那个玩意儿确实动作也大 但我觉得滑过去就滑过去不碍事 你没滑过去啊 你可就是 人没滑过去梗滑过去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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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国全明星你看一下手卡 第三个问题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哈哈哈 哈哈哈 怀才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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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加财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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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做一个 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怀才不玉 玉的不输 苏销士加财万贯的 得 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得 你得什么得 你念到得 那你评价一下自己的表演吧 中为中举 中为中举吧 我感觉 你开的挺好 你开的挺好最想开 这个怀才不玉嘛 哈哈哈 你为什么只说他的姓呢 哎呀 我父姓怀才不玉 玉的不输了哈哈哈 哈哈哈 怀才不玉不是我的姓了 哈哈哈 你和一群不熟悉的人 来到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 而此时 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 坚持让你们在篝火晚会上表演节目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请问 如果你是汪苏龙的话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 你将如何应对 如果我是汪素龙 我就请我的好朋友肖敬腾来 下一场雨 浇灭这个篝火 非常机智 但是回答错误 那如果我是汪素龙的话 我会好好准备表演一个 下弹攻击 攻击中的战斗机 非常有胆量 但是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应该是 不要当着当事人的面 回答这种问题